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了辛辣的食物就会导致火气上升了 二 经常熬夜 睡眠时间不规律 熬夜不但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 而且还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对身体非常不好 所以说大家在秋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件事情 降低身体火气 呼吸咳嗽 老感冒 想要润肺止咳 还想提高免疫力 那么就吃一种肉吧 不但便宜啊 而且营养还很高 那就是鸽子肉 秋天到了 我们就会经常的觉得呢 喉咙发肝发痒 感冒等现象的出现 这个时候啊 除了吃一些蔬菜水果之外 就可以吃一吃鸽子肉了 俗话说的好啊 一鸽剩九鸡 常吃一些鸽子汤呢 可以帮我们提升体质 增加皮肤的弹性 很好的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速度 而且呢 鸽子肉中含有的脂肪含量啊 是非常低的 比猪肉更健康 不但如此 鸽子肉中含有的大量钙 铁 铜等微量元素 和各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 都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 所以说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 添8杯水 能让皮肤更加的水润有光泽 但是秋季补水要注意 两种补水养肤汤 在家自己就能做 喝出好皮肤 一 猪皮养肤汤 准备猪皮 米粉 白蜂蜜 先将猪皮熬煮到粘稠的状态 之后加入米粉熬煮到融合 出锅的时候呢 加入蜂蜜就可以吃啦 每天吃一点 不但可以为皮肤补充水分 更能滋养毛发 二 百合银耳汤 女性朋友就可以多喝一点 因为这道补水汤呢 不但能够补水 还能滋阴润肺 大家在家的时候啊 准备一些百合 银耳 莲子和冰糖 先将银耳和莲子用水泡开 之后啊 将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煮熟即可 今天分享的两道润肺补水汤呢 大人小孩都适合了 那么我们就要多吃一些瓜油的食物啦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三种瓜油高手 放心吃 不但能够消除脂肪 还能去除水肿 一 毛豆 毛豆啊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减少肠道对油脂的吸收 在减少腹部脂肪堆积的同时呢 还能够预防便秘的出现 让你的减肥更加轻松 二 玉米 玉米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降低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同时呢 玉米的热量啊 是非常低的 大家在减肥的时候 完全可以拿它来当作减肥餐来吃 三 蘑菇 蘑菇有解毒的功能 能将身体中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同时呢 蘑菇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啊 也是非常高的 还能够保持肠道的水分 防止便秘的出现 所以说 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天呢 就容易体重骤增 但是啊 我们又不想动 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种不用动的减肥方法 两种挂油食物可劲吃 越吃越瘦 不怕长肉 一 山药 山药呀 不但很有营养 而且呢 还能够减少我们的皮下脂肪沉积 避免肥胖的出现 同时呢 山药中含有的多巴胺等物质可以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的速度 帮助身体排除多余毒素 二 玉米 大家都知道 玉米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而且其中含有的大量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啊 不但能够减脂清肠 而且还能为身体补充相应的营养 在秋天吃啊 更能预防上火 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多吃一吃这两种食物啦 对身体好的同时 还能预防增 增打前三名 不但能够润肺清肠 而且呀 越吃越健康 让你整个秋季不可笑 一 栗子 栗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和多种维生素 不但能够健康养胃 而且呀 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让我们的消化更好 二 莲子 大家都知道 莲子本身呢 有非常好的滋补作用 而且呀 吃莲子还能够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不但能够促进身体免疫力的增长 而且还能够养胃清肺 三 荞麦茶 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呢 喝一杯荞麦茶呀 不但能够解油腻 而且还有润肺养胃的作用 因为荞麦本身呢 是属于粗粮 其中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多余的垃圾 还能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大家在秋季的时候就可以多吃这三种食物啦 好啦 今天的分享不喜欢吃秋葵 可你知道秋葵的作用与功效吗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一般称之秋葵为蔬菜王 我们知道的是男性使用它具有补肾的功效 可其他的你了解吗 酱血脂血糖 秋葵的膳食纤维与胆汁的结合率高于其他的蔬菜 进而减少对饮食中胆固醇的吸收 秋葵的粘液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会阻止尝到碳水化合物的消化 进而减少葡萄糖的吸收 二 抗氧化 秋葵液萃取物可消除养自由基 减少肾小管 间接疾病 减少蛋白质 改善肾功能 三 消除疲劳 秋葵的嫩果中含有一种粘液性质 及各种糖 还有蛋白质 炒酸钙等 经常食用可以助消化 增强体力 食用秋葵可以快速补充体力 那怎么办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身体自带的两个轻火开关 按一按就能够消除火气 远离口臭更健康 一 少冲学 少冲学呢 在我们的手指关节末端的内侧 距离指甲0.1寸的位置上 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可以取坐姿 将我们的手掌伸出让手心向下 之后呢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去按摩 这只手的小拇指少冲学位置 用指甲盖去垂直按压这个穴位 每边按摩三到五分钟即可 二 关冲学 如果大家眼使比较多呢 就可以按摩一下关冲学 关冲学呢 在我们的无名指指甲 靠近小指的这一侧的关节末端 距离指甲呀 也是0.1寸的位置上 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也可以用大拇指去轻轻的掐按 每日两次 每次一分钟即可 这两个穴位呢 对于清热去火呀 有非常好的 大家分享两种食物 是自然界中的食器王 越吃身体食器越重 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忌口 一 榴莲 虽然说榴莲呢是热带食物 但是榴莲是属于湿热的水果 如果吃了太多 就会导致食补过量 加重身体湿热之气 而且呀榴莲中的热量很高 吃多了 还容易上火和发胖 二 啤酒 啤酒是属于食器非常重的食物啦 所以说一定要少喝 尤其是本身啊 身体中的湿热就比较重的时候 那么就更要计时啦 因为当身体中湿气较重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本身脾胃运转功能啊 出现了问题 啤酒中含有的酒精呢 会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脾胃 造成消化吸收的障碍 进而加重食器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个湿气王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